每个赌徒玩到最后,其实心里都明白,这个东西就是个坑,永远都不可能赢。 但往往还是会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,奋力一搏。 没有玩过的人可能根本无法理解,甚至还会说,明知道是刀伤火害,还要往下跳。 你们这些毒鬼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,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得有多深,包袱有多重,压力有多大。 选择继续,其实我们的心里比谁都难受,比谁都害怕,但又不得不选择。 这个阶段是最恐怖,最疯狂的阶段,不想继续,又不得不继续。 因为心里知道,接下来的生活将会面临起什么。 现在想想,那个时候确实很少,但更多的是害怕。 感觉那个时候的自己,根本就不是自己,完全都不认识。 很难想象自己会为了一个完全不可能战胜的东西,倾尽自己的一切。 今天这番话,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,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感同身受。 希望能理解的人越少,越好。 如果你很不幸,听着懂这段话,相信你此刻的处境,会与我很相似。 每天都活在自责与悔恨中。 前方的路很难,很崎岖,但生活还得继续。 陌生人,加油吧。